欢迎收看踏出地平线 COVID-19疫情爆发两年了 东南亚旅游重镇泰国受到重疾 以前曼谷一年有4000万人次的旅客 观光产值占泰国整体GDP的20%以上 这两年下来严重萎缩 为了拯救低迷的观光业 泰国政府11月开放边境 旅客只要拿着打过两剂疫苗 持阴性证明入境就可以不用隔离 华社新闻团队特地前往泰国采访 发现曼谷最知名的四面佛庙 现在几乎看不到游客 只剩下当地信众在参拜 根据统计 泰国一年观光营收损失高达500亿美元 少掉300万个就业机会 影响最深的莫过于生活在底层的贫困阶级 但我们发现很多贫困或需要帮助的角落 却看得到台湾人协助的身影 我们特别制作《乔建全世界》系列报导 要带您来看在当地的台商与乔包 是如何在疫情当中度过困境 而且持续回馈当地社会的故事 首先是这位泰国华侨协会主席于生钦 他到泰国从商已经超过50年 创立泰国台商总会以及华侨协会 凝聚乔包同心来带头做公益 被称为是侨领中的侨领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在太北的贡献 在泰国北部其实住着一群华侨及后裔 他们早年是中华民国国军 随着国共内战失败 从云南一路流亡到太北 住在难民村里又被称作是孤军 30多年前 于生青为了帮助他们继续在异乡保存中华文化 每年都飞到太北捐赠金钱物资 已经去了将近300趟 帮助上百所华语学校将茅草屋改建成现代教室 即使是疫情期间 他一得知当地缺乏入冬的保暖衣物跟教学用品 他照样带着物资挺进山区 除了推广华语教育 于生青也积极传扬台湾传统宗教文化 担任泰国新罗戴天宫董事长 以及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 疫情期间带领台商捐赠制氧机等重要防疫器材 给泰国曼谷市政府 余生青一生行善无数 到现在85岁了还在做堪称桥界传奇 一起来看 青来泰国最北边的府城 全府地处山区位在泰勉辽边境 是旅人眼中的神秘金山脚 却也是泰国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画一个圈步伐整齐 女孩们盛装打扮这是泰国少数民族拉户族的迎宾舞 迎接的是带着捐赠物资来到春落的贵客 嘉宾拍牌座他们是泰国华侨社团 戴着眼镜默默观礼的是泰国华侨协主席于生青 当地人又叫他于大善人 于主席收赠礼收到礼物再来拍照 于生青显得有些拘谨 不习惯面对镜头的他已经85岁了 30多年来一直为太北的偏乡教育默默耕耘 这个学校也是政府的学校 可以看到学生跟那个村民不是难民 他们是村民 只是说他们居住在比较深山遍野的地方 他们生活条件就比较差 一个个为学童背上书包 再说上几句关怀话语 于生青说孩子们从教材到保暖用品 常常得靠外界捐赠 而这所小学不是特例 太北因为交通不变 经济发展落后 虽然保留了当地的质朴 却也是学童接轨现代社会最大的鸿沟 教育很重要 你没有这个教育 我们的子民就没有学到学问 没有学问 你在什么地方都比不上人家 跟别的国家也不能比 与生青36年来 重曼谷飞来太北做工艺 已经将近300次 几乎每年都参加 并且赞助当地年度盛事 太北329反读青年运动会 这一切的起心动念 是为了支持当地 新办正体字的中文教育 其实在太北 有10万多名华侨居住 将正统华语保存至今 已经到第三代了 这些华侨大多来自云南 是国共内战时 流亡至此的中华民国国军级后裔 他们在当地自办华语学校 至今已经有进白所 那这里面都是我们 所有都是国军 里面对我们这次有历史性的 很多在这下面都是校长 都是军人 都是军人 所有都是军人 我们访问到青海华校教师工会会长王绍章 他是孟安盛兴中学校长 义务职 从年轻时就看着余生青 协助太北建校 因为早期只有余主席一个人 来到太北 也没有跟代表处 他自己个人来 不管是球场 教学大楼 大礼堂等等 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余主席的名字 也可以看到余主席对太北的爱心 很多人在问余主席是不是余囊人 我们都说是了 都是余囊人 但其实余生青 可是道道地地的台湾新竹人 早年的他跟推广教育 八杆子打不着关系 余生青是赵纸技术员起家 因为务实认真受到赏识 1969年被派到泰国当主管 创业契机 来自小时候的梦想 当时候坐小轿车的时候 我想是我们那个乡 大概只有我的厂长有一步而已 因为他当厂长 那我们是非常的向往说 那时候那个黑色轿车有激励你 就是更想要就是成功 那时候不敢想说 我将来长大会 做这个有车子坐 我当初年轻的时候就想说 最多我当一个厂长 余生青凭着拼劲 不到40岁就当上厂长 随后自行创业 因为据领导风范 更当上了泰国台湾会馆主席 当时他为了整合台商力量 成立了泰国台商总会 你知道台商来投资这里 泰国来讲 在东边西边南边北边 都没有认识 就是里面三五个一堆 那三五个一堆这三五一堆 如果没有这个台商会成立起来 今天一定是各个各自为政 你这里小圈圈 你那边小堆堆一堆 我这边就是一群 集结台商力量互相合作 还能团结与当地政府斡旋 于生青成立泰国台商总会后 马不停蹄继续筹办亚洲台商总会 时任乔委会委员长张孝岩看到成效 马上拜托他担任世界台商总会召集人 他说你到桥委会来拿资料 他就叫桥委会拿资料给我 那时候打国际电话 不是现在的LINE 我一个月的电话钱是二十几万 我没想到说现在世界台商总会 已经有 上起来有一百八十几个分位五六十个国家 那我们这个力量除了在经济上 我们能够协助我们的国家经济发展以外 还有经济也可以直接做到我们 这个国民外交这种的任务 这几年我们都已经达持 世界台商总会成立已经超过二十八年 几乎每年国家元首都会到场 而于生青早已经退居幕后 但问起他最得意的成就 他却说是办学 一来到中华国际学校就充满回忆 1995年时于生青为了解决台商 侨胞就学问题一手建立学校 早期的课中也其实就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那个边边夹角 这个当时就是说如果有脚的话 他们有时候跌倒会头部接会受伤 特别注意这一些 客座椅全是圆角设计 就怕学生受伤 当时全医联合国规范标准设立 但半校第一年学生才67人 于生青不只到处筹钱还得倒贴 有三次我们薪水都花不出来 一早财务长就到我家里去拿钱 一次多两百多万来先付给他们 当时于生青带头捐款 号召台商侨借共同募资办校 慢慢做出成绩 他们采用美国教育制度 引进国外师资 但唯一不变的是中文教学不能少 成为当地少数的中泰英三语学校 当然这是我们台湾乡亲的母语 所以我们这里这样的中文课 都是台湾来的 有教师证的中文老师 只要有学生的国籍有在这里 我们就挂那个国家的国籍在上面 所以连日韩的都会来这边去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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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 对 他们也会想要学中文是不是 会 会 是一个趋势 现在中华国际学校 升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 在泰国六十多所国际学校中 名列前茅 于生青也卸下职务 持续推动其他公益事业 担任泰国台商联合总会 名誉总会长的他 也身兼国际佛光会 世界总会副总会长 在泰国促进南北传佛教交流 疫情期间 他更率领台商总会 与侨务委员何素贞 现任台商总会长郭修敏 共同代表 捐了二十台空气净化机 给泰国红十字会 身兼这么多重要职务 他说只想低调 所以这个做善事啊 就是不要为人知啦 而且做啦也不要感到说 啊这个你做得很骄傲 不是 不要这样 那你继续做到现在我还在做 于生青长期投身公益 不仅获得泰国九世及十四皇 颁发的社会公益奖 2013年被授予 侨委会颁发的一等华光奖章 他出身台湾 在泰国发迹创业却不忘本 以教育为出发点传承文化 让台湾人的善念在世界发光 在泰国还有另一位无人不知的乔领 他是台湾乔务咨询委员何素珍 大家都叫他和解 他厉害的地方是善事做得多 还跟泰国国会议员与政府官员 有密切的互动 为台泰外交奉献民间最大的心力 和解告诉我们 因为中国因素 泰国的政治人物在公开场合 难以跟台湾有台面上的往来 但是在台面下只要有他出面都有的桥 他是怎么办到的呢 何解是名副其实的台湾女儿 出身嘉义清韩人家 但在20岁时意外嫁入泰国豪门 开始跟着公公丈夫四处经商 投身公益 几十年下来累积身后的人脉 他最特别的事迹是成立曼谷机场驿警队 带着50个台商大老板在机场当义工 帮助出入境的华语旅客通关 也让他跟历任移民局的局长都有良好的关系 如果您到泰国是用落地签的话 在机场入境通道旁 应该会看到贴着我国国旗及台湾字样的标示 但在以前他们贴的可是中国台湾呢 整件事情直到何解发现后 打个几通电话 就让移民局长扛着压力改过来了 何解的慈善公益形象 深受泰国政府肯定与信任 他创办的曼谷大林昌狮子会 与泰国皇家慈善基金会 共同举办儿童节庆祝活动 并且多次号召乔包与泰国红十字会 举办公益捐血活动 发挥良善的力量 提升台湾国际形象 我们采访和解当天 他刚好跟当地议员举办了一场捐赠活动 给曼谷贫民窟的弱势族群 他笑称行善才是目的 打好外交关系是意外的收获 我们记录了整个捐赠过程 来看台湾人是如何在异乡 既若福清又做侨民外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一个大车库像是食物银行 柴米油盐装好袋在排排放 曼谷近郊这间台商仲介公司 今天成了捐赠物资的基地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 少了什么东西啊 仔细盘点就怕有漏 捐赠活动筹办的是她 泰国台商何素贞 大家都叫她何姐 她找来当地台商狮子会合作 两百份物资 一个礼拜就预计完毕 我们全部有九样 有了十样 因为我已经包了 有的因为来不及再去煎虾 一大袋米加上贝奇生活用品的物资袋 还有口罩消毒水 今天准备交到泰国平民手中 你还没听说 对了我都在那里 何姐你都自己来的 对啊 做些就要自己做回来 别看何姐传的一身贵气 七十岁了 一样亲力亲为 一袋袋平平罐罐 甚至还有两百袋米 这么重搬上车 统统自己来 这些人手可都是台商大老板自愿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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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资袋上也有小巧思 全部印上当地国会议员的宣传贴纸 帮人家做面子也是帮台湾打好关系 为什么我们跟他合作呢 因为他是一位国会议员 非常支持台湾 像我们这样做公益 我们不是说做公益 所以我们也是在拉外甲盘子 我们跟着和姐 从未在曼谷的公司出发到市中心 这趟路程要两个小时 和姐那你在做什么 没有啦 我看到老人 我都会给他一点红包 一点红包 包红包布施 在信奉佛教的泰国相当常见 曼谷早已挤身一线城市 但当地贫富差距大 就算是闹区也住着最贫穷的人 起 hit to be pulled 热心的声音 您有饭要喝 您的热心 这是我最容易的睡会儿 这是我的热心 热心吧 老好吃 这个野猪 就吃这个热心 就吃这个热心 很热心 客客气气,微弯着腰,再把功劳归给国会议员 沿途发放物资,和解也总是隐身在后 谦虚又乐于助人的形象 让当地政治人物对他格外友善 你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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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 你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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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 来到这一户人家,一家三口全是生长人士 当地人说只要有善心物资进来 太太就会大哭 这里是泰国国会议员柯兰妮的选区 她从担任是议员开始就认识和解 两人有20多年交情 当地居民一有困难就会找和解帮忙 我们觉得很棒,在台湾,在台湾,在台湾 在台湾,在台湾,在台湾,在台湾 在台湾里,在台湾里,在台湾里 常年投身公益活动 他名气大到不止政治人物 连当地政府各级单位 都常常找他帮忙 你会发现到何姐讲话好像 比较小声 然后就比较 什么都会磕磕气气就不一样 这是我跟他们学的 不管你认识不认识 人家来找你妈妈 她一进来就双手合十的 跟你拜一下 这个就是他们的文化 行善又能贴近当地文化 长期下来为何姐累积不少人脉 也让何姐成为台泰交流 不可不缺的要求 这个是台泰的 2012年台泰国会议员 友好协会成立的时候 那个是赵天林是会长啊 台泰国会议员友好协会 促进两国的政治往来 何姐是顾问团的团长 她时常为两国议员 或是政府单位牵线 因为泰国跟中国建交 使得跟台湾的许多会晤 都得在台面下进行 只要你写说我来泰国要见部长 要见国会议员 他就不给签证啊 所以很多的我们都是要协助安排 我们开会的时候会来这里开会 办公室真正一面奖牌 说明泰国政府对他的信任 既是公益大使 也是台泰之间重要的润滑剂 而且笑称这是姻缘际会 不是可以经营 她出身台湾嘉义 嘉静并不富裕 但在20岁时 嫁给了当时来台求学的 泰国华侨丈夫 嫁过来后发现 原来入了当地豪门 我先生家里他是做那个粘米厂 他们那个粘米厂很大 他一天差不多有将近100吨的大米 可以卖到国外 而当时的他还没有和解的称号 大家叫他台湾阿瑟 因为语言相近的关系 时常陪着公公与丈夫 四处打理事务 也正是这时候开始投身公益 我说我先生跟我公公影响非常大 因为我先生他是属于比较保守派 但是他一直鼓励我到外面去做一些爱心活动 在先生跟公公的鼓励下 和解公益活动越做越多 甚至得到泰国皇室的接见 1998年他成立台湾在泰国的第一个狮子会 号召台商一起做公益 他最得意的事迹是在曼谷机场成立了疫情队 泰国机场中文服务 柜台前穿着蓝色紧装的 都是我们真正的台湾人 那个时候总机长说 机长那里有很多人 他们一天都流动四五十万的人 那因为移民级的人不多 所以我们都帮忙他们 曼谷机场义警队在和解的号召下成立 担任义工的都是台商共五十人 他们在机场帮忙翻译 协助华语旅客出入境 打响了台湾最美丽风景的招牌 我们让中国游客也肯定我们 不简单 他们都不知道你东西多头鞋 本来他们都不知道啊 以为我们只是义工啊 要丢钱给你啊 后来我们说我们不是啊 你上网去看我们这些都是老板 很多人都是开面试车来上班的 然后有一些人更有司机 来等他四个钟头职勤完才回去 这样的一举让和解跟当地政府 关系十分良好 母亲过世了 对方还特地飞往台湾致哀 这一层关系日寇还意外 让和解能够帮台湾争取国家尊严 在落地迁那个统道进去 他有写很多国家的名字 那之前他们都一直写着 中国是台湾 就写一个中国 然后就写我们的台湾在他的旁边 后来我就跟那个时候的总习长 我就跟他一直跟他国同 后来他就说好 他就叫里面的人改 所以大家很高兴 因为我们都是在海外 我们觉得没有国家是没尊敬的 我们大家一定要爱自己的国家 爱台湾 所以我们到那里会一直强调表态 我是台湾人 生在异乡五十年 和解深深感受到台湾在国际上的处境 近年除了做工艺 他更将心力投身在宣扬台湾文化 这座位于曼谷近郊的妈祖庙 共八十多位台商担任发起人 和解也是其中之一 其实这里都完全都跟 要跟台湾一模一样 我们还有丁丁 虽然很小 那五丈季全 什么心中都没有 台湾的都是老板娘 都是身价很高的一些老板娘 在帮忙做这些 包括镇头 还有一些鼓队 都是有的是二代 来敲锣打鼓的 很多都是很热心 八组绕境活动 不但前进灾区 他们还曾经举办法会 帮一部的泰国九世黄西福 不只一届在泰信徒的思乡之苦 更得到当地人的认可 说台湾信众就在那个期间 他们组团来参与 泰国的绕境活动 那他们当下看到 我们在绕境的途中 看到泰国人 真先恐怕 人龙排得很长 甚至老外 他们来观光 来看到这种场面 他们也跟着专教 现在妈祖庙打算进一步动工 盖得更正式 明年预计请来 殿婴三太子助阵 何姐虽然已经退下第一线职务 但每次会议 从不缺席 她更义不容辞 代表庙方跟泰国 县府开会斡旋 她说台湾人的事 就是她的事 我以前来的时候 台湾人很少 大部分都是来了 大家那个时候没有商会 不是说很那个 连仪会不是很多 很多人发出事情 自己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我跟他们官方的关系 很多政府 先政府 我都有能力去跟他们沟通 所以变成我会协助大家 大家就把我当成说 好不 而在这段期间 何姐也加入台湾疫情联合应变小组 不但募捐百万口罩 排凭一己之力 筹措900支AZ疫苗 两年来帮助超过1700位台商 顺利返国 长年来推动调明外交 也协助再太台人 让何姐在2019年与2021年 分别被授予玉山乔务专业奖章 以及夫人磨杀乔务专业奖章 我们在海外不能分颜色 也不能分你我 我们在海外人数那么少 你再结婚 怎么会有人呢 所以我什么人都服务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是什么 只要是台湾人 有困难告诉我 我一定帮忙 何姐总是牵称 这只是服务 说得简单 但要持续50年 谈何容易 从一个台湾乡下女孩 再到泰国的少奶奶 最后成为何姐 在当地几乎所有台湾人 都认识她 出示了有何姐出头 一枚是她退居母后 低调奉献 默默守候 或许这也正是 她所信仰的 马祖精神 同样急功好义的 还要看在泰国拥有 女侠封号的现任台商总会 总会长郭修敏 因为疫情 大家都需要打疫苗 但泰国打的大多来自 中国的科兴及国药 由于台商身份特殊 加上对中国制疫苗 也有些疑虑 郭修敏总会长 就直接放下工厂事务 带着干部到处找管道 购买像是莫德纳等国际疫苗 还要拜托当地医院帮忙施打 这位大老板每天熬夜帮台商们造册 最终成功买到5500剂国际疫苗 让当地台商们非常感谢 事实上2011年 曼谷发生世纪洪灾 郭修敏就让自家工厂停工 设立救灾中心 这次疫情 他更加入泰国台侨疫情联合应变小组 透过侨委会委员长 同振员的协助 申请资源捐赠制养鸡 为疫情爆发的泰国注入强行针 这次采访过程中 不论是在和解的捐赠活动 或是泰北的建校援助 都能够看到郭修敏的身影 此外他更致力于促进台泰经贸交流 侨委会举办的台泰商机线商论坛当中 郭修敏积极地介绍泰国商机 也大力邀请台湾工商团体到泰国投资 郭修敏虽然是台商总会长 但他说自己不需要当主角 只要有需求他就会出现 而自己只是跟着侨界前辈的脚步 把台湾人的善念继续地传承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乎 puncture 一起谷察 快乐 听下去 自己沙发真 haw? 我们不过真辱努 到leader 看守眼前農努 能不关 武晓 我 懂不关 ano 花糖果是見面禮 孩童們笑得好開心 你上課了沒 上課了沒 上課啦 你這麼小就上課啦 上百名學生排排站 站在操場迎接 今天郭阿姨還有一份大禮 來 哎呀你 好可愛 時事入冬就送來棉被 協助防疫再送口罩消毒酒精 泰國台商總會總會長 郭修敏時隔四年 重返這所學校 孩子們能安心學中文 他是一大功臣 中文朗誦從深山的教室傳出 學童們是在結束正規的 泰文教育後才來上課 週末也不例外 算是華語補習班 旺華小學成立超過三十年 就讀的大多是東軍第三代 開始的時候就是這些軍人 國軍這些軍人 我們的父輩 他們就覺得說在山上 那就讓自己的子女學習中文 那每個學校 每個村子都會有一個學校 那這個學校就是有村子 大家互相來成立的 廣華相較其他華校地處偏僻 連連外道路都是近年 宗教團體幫忙修建 長期以來高年級生 師資缺乏 二十多年沒有畢業生了 當初連校舍還是茅草無達見的 那個時候我來的時候 都是紅土路 車牌都掉了 掉到哪裡都不知道 因為不是四輪傳動的話 你沒有辦法來到這個地方 第二呢 這裡沒有網路 沒有電 沒有黑板 就是在牆壁上面 這應該是已經 因為我記得這一間也是 也是很破舊 當時親來華校教室工會會長 王孝章帶著郭修敏來到廣華 希望能給學生一個安全校舍 郭修敏二話不說 不但捐款還找來台上贊助 錢陸續易住改建學校 也加深太北與台灣的情誼 我看到那邊的那些 學生 然後就是很令人感動 因為有些人是要爬山 攝嶺這樣子 走路也許半個鐘頭一個小時 他還願意讀 那就是對那種教育的 那種渴求你知道嗎 拼賣那邊就是大岩石 我就給他們看 在岩石上面可以蓋教室 鎮華學校 對鎮華 話題始終不離半校幹苦 早年泰北生活艱困 一百零一所華校大多幾虛元首 郭修敏只要知道就會幫忙 大部分我都很少找他 因為他幫的太多了 我們都不好意思 每次他會看到我的臉書 他會主動說 這個學校我也捐十萬 那個學校我要捐三十萬 都是他自己主動 然後跟我說 因為一路走來在這十年 我們國委員幫很多 幾乎每一所建校都有他的參與 大家好 歡迎歡迎歡迎 大家好 你好 請記得 郭修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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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走進太北 四處可見 國旗飄揚 幫台灣做民間外交 而近年郭修敏不只建校 還進一步籌募 淳風華爾雲基金 號召台商捐款 補助原來偏鄉教學的老師薪資 三十多年接力不斷的善意 當地華校甚至還拒絕中國的捐款 他們要補助一個學校五十萬 對 那你看我們一個學校才補助七萬二 所以會讓你一直有要去做的這種動力 是因為這些學校不會因為說 他要給他五十 然後他就去拿他們的 他還是願意就是來跟我剛剛講的 我們要有學正體字 那他們也願意就是守著這一個 熱血投入太北辦校 郭修敏其實是台商界相當出名 急功浩義的俠女 年年捐款慷慨不手軟 但他可是白手起家 鮮化家常跟員工三十幾年交情了 一九八九年郭修敏 跟前夫共同創業生產塑膠水閥 但財務出身的他一開始要跑業務 吃足苦頭 就是剛開始我也不知道 這個東西是什麼 然後那裡面有球 然後會不會漏水啊 用的方式是什麼 從來也沒有見過 然後呢就是不知道要去 要去賣給誰啊 因為泰國人不認識啊 然後就是看到那個Logo 賣水管就想說這個是跟水管 我們台灣是這樣嘛 就去跟他講 這個有多好用啊 多那個 然後價錢又不貴 他說不懂啦 聽不懂啦 聽不懂 用講太文化 然後你就出去了 可以出去 好在郭修敏虛苦當事部 一一摸手產品 挺運度也照樣出外型 拓展客源 讓公司慢慢複長味道 你自己創業的時候 都一直是住在工廠 住了25年 對 那所以你根本就是 沒有坐月子的時間 就是坐月子的時候 你還是要就是接電話啦 或者是跟員工啦 討論一些事情 都是要這樣子做的 一路走來雖然很辛苦 但他說最感謝的 其實是員工 在郭修敏的工廠 不用畢恭畢敬 大夥平常相處更像朋友 因為對他來說 員工是陪他走過低潮 相知相惜的夥伴 兩千年時郭修敏結束婚姻 四個小孩有兩人被前夫帶走 歷經傷痛還要扛起公司營運 但他並不孤單 很感謝自己的員工 因為他們跟的是我是一起哭 一起長大的 當我一個人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是也不會 就是說離棄我 或者是背叛我欺負我 都沒有 作為回報 郭修敏工廠的福利也不少 年次十年以上就提供到台灣員工旅遊 每年他還會頒發獎學金 給員工的子女鼓勵 每年他們都提供了 我所做的一些 我們一切都不了 很多人的生命 因為他們是��서 他們也一定能成為 而且站立的 做出的是 好、拍照 康刀 師傅ня 他就會是一些 好、拍照 一切都不會有 20年前 泰國曼谷一場 幾乎癱瘓工業區的世紀水患 更加深了他們的革命情感 我說不要上班了 我的客人說要貨 我說不供應 我們現在只在救災 所以我們停了40天 當時郭秋敏其實還有一個廠區 能夠作業 但他見到洪水肆虐 決定率領全體員工 投身救災 整整40天沒人缺席 那時候我就趕快去做沙包 本來我們是預定 做1000個沙包 然後後來變成後面加一個零 變成1萬個 後來前面變2個 2萬 3萬這樣子 這一艘鐵船是我們的員工 自己買鐵來焊接 這一艘船 兩個都是那時候為了救災 對 救災的時候 自製鐵船保留10年了 當時場內員工駕著船 在被淹沒的街道中 殺出一條生路 四處發送物資 雖然辛苦 但卻是他們共同的美好回憶 一家台上工廠成了幫助泰國的救難隊 顧修銘的個性非常樂於助人 又負責任感 他自嘲現在都在忙別人的事 也正是這樣讓他得以成為 泰國台商總會首任的女總會長 大家好 總會長好 顧修銘2019年接下泰國台商總會總會長的職務 帶頭充做公益 還在前駐泰代表現任 喬委會委員長同政員協助下加入疫情聯合應變小組 為什麼女兒會反對你接總會長 因為我做什麼事情就是很拚命啊 然後就會全力以赴 那有時候就是會很忙 他會想說我這樣子太累了 因為同時又是台灣會館副主席 然後他總商會的副總會長 那一接到任務 以前那個同委員長在泰國的時候 他有很多任務 我都是一馬當先的 就會想要去執行去做 你們這是第一次哪裡來打過 郭秋名在2021年泰國疫情爆發 疫苗大缺貨時 為了幫助台商加速施打 跟朋友東奔西走四處拜託 張羅來了5500劑 莫德納、輝瑞、AZ等國際疫苗 跟醫院前MOU專打台商 當時連泰國人大部分 打的都是中國科興疫苗 因此這個消息傳出台商們樂壞了 體心動念不一定要幫台灣人 然後就找我們的監事長 我們的副總會長 還有我們那個前總會長張冠棠 然後就是一起去找醫院 這個醫院不要 那我們就再找另外一家 然後後來找到我們現在配合的 一家新的醫院 除此之外 他在疫情期間 向僑委會申請資源 捐贈致氧機 他也曾帶頭捐款 協助僑委會計畫 讓在台灣工作過的泰國人 來台旅遊 多年來他獲得多張 泰國好人好事公益獎 最佳慈善貢獻獎等殊榮 行善腳步沒停過 但他不以為苦 做什麼事情 你如果只是往說好不好 然後會不會得名 還是怎樣 那個你就做不下去了 因為你會有所期待 那你沒有期待 你就一直做一直做啊 你就會越做就是很快樂啊 那人家說會有回報 我怎麼知道有沒有回報 反正你做就對了 沒完才了 夠了 台上此上活動 總會有顧修敏的身影 即便自己不是主角 站在一邊 能幫到人 他也心滿意足 他找到生命價值 也回饋社會 促進台太交流 但這些對他來說 可能也都不重要 做就對了 歡迎繼續收看踏出地平線 今天我們走訪泰國 發現很多人說 來泰國做生意 一定要認識他 誰呢 就是這位泰國外商協會主席 康樹德 由於外商協會成員 是來自於全球的商界人士 影響力廣泛 而康樹德不但是外商協會 第一位亞裔主席 還破紀錄的連任四屆 他在當地與各國的大使交好 還能夠直接給泰國總理巴鈺建言 一些話就能改變國家政策 被譽為是僑借的台灣之光 也因為有他居間互動 泰國政府跟台商 以及代表處雙邊的 資訊交流跟溝通 是更加的順暢 例如11月 泰國政府開放邊境管制 就是康樹德居間遊說 讓台灣也能加入 首波入境 免隔離國家的名單 雖然是為外商協會服務 但他私下非常力挺台灣 不但提息到泰國創業的 年輕企業家 也借著人脈 介紹泰國大企業來台投資 金額破億 康樹德憑藉外交優勢 為台泰經貿搭起橋樑 問他怎麼辦到的 他說自己擅長 聆聽 溝通 就把自己當平台 通過協調找出大家的共同利益 一切自然水到渠成 來看他的故事 採訪台外商總會主席 康樹德這一天 對他的第一印象真的好忙 碰你設計 就把探索碗拿碰 這個他可以自動充電嘛 然後手機常常就會有 不同的 video conference 另外我還有一台iPad 那有時候可能有兩個會議 每天工作四期作業 辦公室承設簡單 康樹德說 這裡是讓他立足世界的戰情室 這個月我有跟Hungaria 就是Hungaria的中文英文 匈牙利大使 挪威大使 然後今天下午跟瑞士大使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我要見三個大使 行程表總是滿滿滿 拜會的是來自全球 在泰國經貿的要角 康樹德是泰國外商聯合總會 成立38年來第一位亞裔主席 打撲過去由歐美人士擔任的傳統 更史無前例連任四屆 很難找到信心的信心 我們怎麼會說 因為最多的國際社會 上電視是家常便飯 在泰國媒體 幾乎每週都有康樹德的報導 他負責帶領全泰國的外商 跟政府溝通已經第八年 堪稱是最直達天廳的民間單位 每次碰到總理的時候 他常常就說 希望我們no complain we will provide solution 所以也因此我跟我的團隊講說 像我們這樣的民間代表組織 我們應該為經濟提供更多的建言 同時要提供解決方案 外商聯合總會一直是泰國政府經濟發展的重要諮詢對象 近年包括推動泰國工業4.0 東部經濟廊道等重要經濟政策 都是在跟外商聯合總會磋商下的結果 工作的過程中 像我們就必須跟泰國的商業部 工業部 教育部 連總理的辦公室 我們都必須隨時保持聯絡 跟當地政府交好 康樹德更能協助台泰往來 包括台灣在疫情之下 購入來自泰國的疫苗 以及泰國從11月開始 將我國納入首波入境免隔離國家名單 康樹德都能協助進行遊說 我常常是看到說 有哪些共同方向的地方 特別是修改一些法律 或修改一些政策 或提供一些建言 一句話能改變政府的決策 有人說來泰國做生意 一定要認識康樹德 只因為他才了解各方角力關係 就是使館區你知道吧 兩邊都有美國大使館的館區 然後再下去到下一個十字路口的話 左手邊就是日本大使館 每天走在曼谷 確實跟全世界打交道 康樹德每天在使館區的大街上穿梭 他跟都國大使都有一定交情 這麼吃得開 他說全靠溝通 傾聽很重要 然後分析了解 各國不同的文化 各國不同的價值觀 讓我們了解越多 你就越知道如何溝通 康樹德從小在台灣出生 是真正的台灣人 14歲移民泰國進到美國學校 大學又回到台大讀書 這樣的歷程讓他從年輕時 就特別有國際觀 當初我們就在台大 我在選修課程的 我選到一個哲學系的老師的課 然後我去聆聽 然後哲學系的教授就跟我講說 你們想想看 台大比台灣大 比世界小一點點 我常常講說 出路出路 我們台灣人說 走出去才有路 大學畢業後 康樹德決定回到泰國崇山 他不接家業 反而到別家公司 當起專業經理人 帶領公司走過 九七亞洲金融風暴 之後陸續加入台商總會 外商總會 開始活躍在公眾舞台 外商總會主席職務 本來已經準備卸人交接 但因為疫情 不得不多延任一切 康樹德說要感謝家人的諒解 回到家 孩子通常已經睡了 康樹德跟太太 以及兩個小孩 平時相處時間 其實不太多 有時候他回到家了 都還在接待朋友 女生就是台設計的 女生就是 只要有空 康樹德就會在家中 跟年輕一輩的台商 見面聊天 給予人生建議 太太嫁給了工作狂 尤其外商主席 還連任四屆 他也只能默默支持 已經第四任了 對 對 所以想說 其實讀大學 讀碩士吧 或現在都已經讀到 醫院都該畢業了 其實我第一任的時候 我告訴我太太說 兩年時間 當作是休碩士 在這很混乱的事情 也感謝老婆的支持 我們就這樣又走過了 又一任了 又一任了 那可以可見未來 明年五月份很快就到 那我真的很希望能夠暗暖的下庄 坚称要下庄 但常年累積的人脈 卻也是康述德最大的資產 他近年已經成為台泰雙邊政府 重要的諮詢對象 促進兩邊經貿發展 2019年還帶著 泰國唐業巨博 兩億集團 到台灣投資超過一億元的金額 對經貿貢獻 還讓他獲得駐泰代表處的感謝狀 而平時他也常提醒多位年輕創業家 甚至開班授課教導人生經驗 也提供交流平台 我們那個曼谷包 泰國最有名的品牌 他也做了這個口罩 那口罩呢 主要就是親膚 紡織品一字排開 穿的戴的通通有 仔細一看 還有不少國際知名品牌 在泰創業家 Jim是康述德課堂上的學員 他在某一次康述德課堂上 認識了其他創業學員 在康述德引荐下 居然意外促成兩家公司 一起與泰國最大的家事品牌 Pasaya合作 是一個商業平台 比較不會有一些吃吃喝喝在裡面 不是去那邊就是為了吃飯聊天 而且是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就是去那裡就是要上課學習 如果去形成一個很好的platform 一個很好的平台 那能夠大家來共享這些資源 是很重要的 就像我在外商 我也在製造一個很大的平台 讓所有的外資投資來到這邊 那我們有這麼多貴人 難道我們不能成為別人的貴人嗎 其實自己也能成為別人的貴人 康述德來泰40年 自稱是泰國新移民 但他在工程明舊後 始終不忘自己來自哪裡 相信即便真的退下職務 依然能夠利用自身的外交能力 持續為台泰交流做出貢獻 一場疫情讓全世界看見台灣 在台灣Can Help 的風潮下 全球有更多角落 是我們的台商與僑民 在背後努力牽線與幫助 而這種奉獻不是一朝一夕 僑民們今年累月的付出 也讓各個國家看見 有一種力量叫台灣 今天非常感謝您 跟著我們一起造訪 疫情下開放邊境的泰國 我是陳雅玲 我們再會 謝謝大家 齡